拼到多谢娘娘赏试 只是经此一事 安炳山就算不换药菜 也会将那些药丸销毁 即使我们再想找他的把柄 不是难上加难了 哼 不会的 音雪 把东西给他 姚沫婉红唇微动 浅浅笑着 一侧 音雪已然将手中的纸包 递到了绝尘的手里 这是 这是制药的原料 绝尘嗅了两下 惊讶开口 本宫知道你的本事 像安炳山扔的那些物证 咱们要多少 有多少 不是吗 姚沫婉似有深意地看向绝尘 心道明白 娘娘放心 心道知道该怎么做 在绝尘的脸上 姚沫婉没看到一丝的质疑 本宫知道炼制那种药丸会中毒 你不怕 姚沫婉狐疑看向绝尘 绝尘既然选择入宫 便没想活着出去 绝尘一改脸上的唯唯诺诺 神色坚定异常 哦 为什么 姚沫婉最清楚绝尘的心思 可还是问了出来 如果将绝尘收为己用 最先做的便是解开他与叶军青之间的嫌隙 为二皇子报仇 绝尘不怕说句大不敬的话 虽然当日是皇上下旨杀了二皇子 可皇后仁慈为二皇子留了一条后路 只恨安兵山尉求妖功 竟然私自派人埋伏 才知二皇子被乱剑射死 终尘不是二主 绝尘苟延残喘躲在清风罐里 就是想寻机会为二皇子报仇 绝尘自知没能耐杀皇上 可安兵山这个小人 绝尘是万万都不能放过的 绝尘承诺 只要安兵山一死 绝尘任凭肃亲王仇治 死而无怨 绝尘的一番陈词 令叶军青惊愕不已 你说什么 当初 当初莫兴有意放了二皇兄 叶军青猛然起身 双手疏地抓起绝尘 眼中绽放着独目的华彩 他一直以为 莫兴为了叶红义 可以做任何事 所以有些事 他藏在心里不说 却已是心结 绝尘又岂敢欺瞒娘娘和肃亲王 当初姚皇后暗中派人给绝尘烧了口线 奈何人算不如天算 十二皇子福薄 可绝尘依旧记着姚皇后的好 绝尘眼底有泪涌出 声音哽咽沙哑 原来是这样 难为莫兴了 叶军青颓然松开绝尘 晾腔着跌倒 坐在椅子上 心似被人抛进 万寝荆棘之内 扎得鲜血淋漓 他早该明白 如莫兴那样的女子 根本不会做出心狠手辣的事 这药无需练了 物证的事本宫会再想办法 回想往事 他虽有心救人 可到底没保住叶沫寒的命 娘娘不必如此 绝尘自有办法练出解药 绝尘感激地看向姚沫婉 笃定道 哦 真的 若真如此 你还能多救几条人命 东西你拿走 殷血 送他回去 姚沫婉赞赏点头 就在殷血欲带走绝尘离开之时 姚沫婉附加了一句 记着本宫的话 有花勘折 直虚折 这可是本宫赴你的报酬之一呢 姚沫婉与毙 绝尘面颊 腾得通红 在绝尘离开 姚沫婉转眸看向叶军青 眼底抹过一丝淡淡的哀伤 他本不想让绝尘救世重提 不过 只有让叶军青明白 绝尘活下来的目的 他才会对此人少了那份记恨 谁又能保证 他日绝尘不会成为 叶军青的左膀右臂呢 王爷是不是正感动着呢 没想到自己心爱的女人竟含有颗琉璃心 姚沫婉调侃叶军青 眉眼弯弯 莫婉从来都是不理性 不像某人 叶军青收起眼底的悲伤 冷横一声 哦 那莫婉要怎么做 才能让王爷觉得 莫婉也是善良的人呢 姚沫婉单手脱塞 饶有兴致地看向叶军青 如果你肯将燕婉剑黄着本王的话 莫婉忽然觉得 做善人不是莫婉的追求 时候不早了 莫婉要休息了 王爷请自便吧 姚沫婉轻咳了一声 旋即起身朝内侍走去 你就这么走了 那本王的燕婉剑呢 叶军青急忙起身 大声问道 那不是王爷的燕婉剑 是莫婉的 还请王爷注意措辞 姚沫婉回眸闽纯 内衣笑 百媚生情 三千粉袋 浸湿颜色 叶军青不由地正在那里 直到房门紧闭的一刻 方才缓过神来 心也太黑了 叶军青恨恨地念叨着 无奈地转身离去 再见茗玉之时 姚沫婉陡然起身 眼底瞬间阴晕出一片雾气 只见茗玉脸色铁青 双手枯瘦如柴 眼眶凹陷 俨然病入膏肓 奴婢茗玉 叩见皇后娘娘 见茗玉欲跪下 姚沫婉当下上前 亲手将茗玉搀扶到桌边 阴雪 快把药拿来 姚沫婉急声催促时 阴雪已然将绝尘 昨晚炼出的解药 交到姚沫婉手里 娘娘 茗玉欲开口 却被姚沫婉拦了下来 先吃下这个 姚沫婉说着话 将丹药送进茗玉嘴里 随后亲自为其倒了杯清水喂药 奴婢多谢娘娘 只是自己这身子茗玉心里清楚 怕是没几日好活了 那日的事 茗玉听说了 是奴婢无能 未能发现 安炳山偷偷换了丹药 才会让娘娘的计划 功亏一篑 奴婢该死 茗玉眼眶 有泪溢除 哽咽低难 塞翁失马 胭枝非福 本宫向你保证过 一定会让你亲眼看到 安炳山的下场 主人 你看 一侧 医血惊讶于茗玉的变化 目露惊喜之色 快去拿铜镜 姚沫婉英诚勾笑 眼底隐隐闪烁着晶莹 当看到自己的容颜 在铜镜里光彩如初的那一刻 茗玉欢喜的不能自持 眼泪刷刷的涌了出来 奴婢寇贤娘娘再造之恩 此刻的茗玉 面颊红润 双眼有神 纵是枯搞的双手 一泛起光泽 可见绝尘炼制的解药 药效何等神奇 起来说话 茗玉 把解药交给茗玉 娘娘 这解药 名誉狐疑看向姚沫婉 你报仇的时候到了 在你回去之后 将这些解药分给中毒的宫女 之后 告诉安炳山 她的药方和所配置剂量都没问题 明白本宫的意思吗 姚沫婉肃然开口 眸间光芒如华 娘娘的意思是 让我们继继 以此法炼药 因为我们吃了解药 所以不会有事 而安炳山 时常出入炼丹房 所以 娘娘英明 茗玉兴奋地赞叹 哼 你比知道 还师比身 上天注定不让安炳山 死得那么痛快 本宫只是遵从天意罢了 姚沫婉浅笑奄然 正如姚沫婉所料 就在安炳山 遇秘密处决炼丹房的宫女时 却发现 炼丹房内的宫女 一夜之间突然容光焕发 甚至还似年轻了不少 茗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安炳山换来茗玉 狐疑地看向周遭忙碌的宫女 回公公 奴婢也不知道 一觉醒来后就这样了 奴婢猜测 该是您这次炼的丹药起了作用 虽然此前奴婢等皆有萎靡之兆 但那也许只是个过渡 如今奴婢照镜子时 总觉得自己似年轻了七八岁呢 明欲眸光放亮 兴奋地回禀 过渡 难不成那张药方是真的 安炳三自顾私存 丝毫没看到茗玉眼里隐藏的绝寒 若是公公没事 奴婢还急着炼药呢 啊 对了 这批的药需要改变剂量吗 茗玉似无意地问道 暂时 暂时别改了 安炳山虽心有质疑 可却经不起眼前看到的事实 茗玉闻生领命 腹身退去的一刻 唇角勾起一抹若有似无的弧度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 安炳山一改往日习惯 时常亲自动手练药 偶尔还会用嘴长两下 直到有一天 安炳山确认 练出的药丸 与此前那一批无意后 竟将其中一颗 放进嘴里 那一颗 名誉欢喜雀跃 眼底有泪一出 官居宫内 姚沐碗看着桌上摆放的华美凤符 心底五味沉杂 咱家传皇上口谕 封后诏书以下多日 礼不于昨日将封后大典的日子定在了下月初期 这些是司制坊送来的凤符 娘娘可先试穿一下 若是哪里不满意 且送回司制坊 让他们依着娘娘的意思改好 按炳山恭敬禀报 一句话下来 便已有些清喘 哈 好漂亮的衣服呀 姚沐碗欢喜地走到桌边 双手捧起凤符 手指触及衣料时 仿佛是有几千根针直直刺入掌心 多么熟悉的双面素绣针法 整个皇宫中 就只有皇后 配用这样绣法的布料 何等尊贵的象征 何等惨痛的回忆 大楚皇后 这个她自心底厌恶的头衔 如今又落到自己头上 是天意吗 彼时她以为自己与叶军清措施便是天意 与叶红义共结联礼亦是天意 可天意给了她什么 这一次她偏要逆天而行 她的路每一砖每一瓦 她都要亲手铺起 没有人可以在她的路上 开一条岔路 这奉符上的秀养 可是皇上亲自为娘娘选的 安炳山忍不住咳嗽了两下 你没事吧 天悦 快给安公公吹吹背 以前晚儿咳嗽的时候 母亲就这么做的 很管用的 姚沐婉目露忧虑的看向安炳山 急声吩咐 老奴无望 娘娘有心了 还是让听悦服侍娘娘市装 老奴告退 安炳山恭敬转身 脚步有些凌乱的走出官居宫 就在安炳山离开的下一秒 叶君卿赫然自宫门处走了进来 本王还以为 丰厚大连省了呢 看着桌面上摆着的凤符 叶君卿胸口似被一团棉续堵得死死的 那股说不出的憋闷 让叶君卿甚是烦躁 哼 莫婉也希望是省了 可是怎么办呢 皇上舍不得委屈莫婉呢 要莫婉自嘲地扔了手中的凤符 命听阅端进内室 既然皇上那么宠溺 你便不用再找什么后路了 叶君卿酸酸开口 随手将婿子拽下贵妃椅 自己猛地坐在上面 冷冷道 皇上宠莫婉是皇上的事 跟莫婉有什么关系 王爷早该知道 莫婉不稀罕什么蝗虫 姚莫婉俯身抱起 躺着都能中箭的婿子 安抚地拍了拍婿子的脑袋 那你稀罕什么 叶君卿一脸正色地看向姚莫婉 稀罕你啊 姚莫婉悉然回应 换来叶君卿一个意味深长的白眼 刚刚本王建安炳山 跟喝了酒似的 看来你的计划成功了 叶君卿强自压制住心底的悸动 转移话题问道 莫婉刚刚说稀罕王爷 王爷怎么一点表示都没有呢 要知道这世上能让莫婉稀罕的可不多呢 姚莫婉明知叶君卿有意转移话题 还是故意将刚刚的话题拉了回来 本王在说正事 叶君卿见姚莫婉走过来 刻意朝后退了两下 莫婉说的也是正事啊 姚莫婉眨眨着那双灵动清澈的水眸 缓缓走到叶君卿身边 姚莫婉 感觉到姚莫婉的身子贴着自己坐了下来 叶君卿只觉心底造火输得燃喜 灯时吏声大喊 用以掩饰心底的焦躁 我在呀 有事 叶君卿越是迥然 姚莫婉越是欢喜 他忽然觉得 逗婿子不如逗叶君卿来的 让人心情愉悦 没事 本王走了 在闻到姚莫婉身上那股 独有的淡雅香气之时 叶君卿腾得自贵妃椅上弹跳起来 绝尘把丹药炼出来之日 便是安炳山的死期 姚莫婉伸手俯着絮子 漫不经心地开口 叶君卿立在宫门处许久 终是转身回来 这次谢了 在叶君卿看来 姚莫婉对付安炳山 是在帮自己的忙 什么 莫婉没听清 烦了王爷再说一遍 姚莫婉故作醋眉之态 看向叶君卿 还我扬魂剑 叶君卿尴尬之余 大声吼道 哼 不用谢了 姚莫婉煞有介事的点头 叶君卿登时 以手扶额 唇角抽搐 事业 秋风微凉 吹得树叶沙沙作响 月光穿梭其间 撒下一片斑驳的影像 黎静院的房间里 两具布着寸礼的身子 敌死纠缠 谁也不肯先败下阵来 彼此拼了命的宣泄 床榻咯咯作响 仿佛下一秒就要坍塌 袖杖被摇得四海上的浪花 一浪高过一浪 那满地的凌乱的华衣道袍 以拟了仪式的冲光 道长好修为呀 姚素兰双手抓在 绝尘的背脊上 留下长长的红痕 贫道惭愧 娘娘的修为 必在贫道之上 绝尘纵情享受着 姚莫婉赐予他的报仇 直到身体再没力气 方才满足地 自姚素兰身上爬了下来 仰面朝天 大口喘气 因为是叶红义的女人 绝尘用起来 凤外刺激 她竟然没有杀叶红义的本事 便让她的帽子 越戴越高 得道长赞上 素兰还真有些受宠若惊呢 姚素兰翻身趴在绝尘的胸前 玉指划过绝尘额前的刘海 身子滑嫩 柔弱无骨 这一刻 绝尘恨自己没在清风惯 否则 他必定让那些中年吃素的小弟子们 都尝尝先 绝尘句句肺 只无半句虚言 素兰信 素兰更信 道长一定会帮本宫 将这粒药丸悄悄地 放进皇上的茶杯里 姚素兰说话间 自诊下取出一粒指甲大小的药丸 放在绝尘手里 这是什么 绝尘狐疑看向手中的药丸 置于鼻下嗅了两下 当下分辨出 这是要命的毒药 道长何必那么紧张呢 不过是让人昏尘四五日的迷药罢了 因为白眉的阴影 在姚素兰看来 所有道士都是神棍 只会招摇撞骗而已 所以从一开始 姚素兰便没把绝尘放在眼里 迷药 贵妃为何要给皇上下迷药 看出姚素兰眼中无人 绝尘将计就计 灯石爬起来 战惊地跪在床榻一角 身体时不时地颤凉下 已是自己怕得要死 看吧 道长吓得 素兰这还不都是为了道长好吗 姚素兰慵懒地甩开紧背 走下床榻 光华的身子 一览无疑地显露在绝尘的面前 为贫道好 绝尘噎了下喉咙 这才瑟瑟地爬到床边 狐疑看向姚素兰 虽然本宫只见过道长几面 可也记得道长以前曾是二皇子的人 如今道长不老老实实地待在清风罐里 而是选择冒死入宫 目的是什么显而易见呢 姚素兰优雅地坐在椅子上 手持玉叔捋着长发 悠悠地说着